部長請教一下,昨天有公布民調,就是您是贏過蔣萬安的,那今天又會同台,那會覺得這個民調來說,因為是好不容易超過了蔣萬安,會這樣有信心嗎? 那現在還是以防疫跟政務為重 部長你有看到防疫的速攻了嗎? 就還沒有看到真正可以解封的一個清楚的步驟 那有看到圍攻了嗎? 那一直都控制很好,我們現在在,如果現在來看的話,那台灣再進來講,這個防疫的成果是相當的好 那當然是在,大家看到這幾波的有相關的疫情的時候,地方政府都積極動員的非常的快速 也才能夠把多波多條傳播鏈都把它截斷 那部長你會聽民調雖然贏過蔣萬安,但是黨內是寫給全界人的? 我想各類的人才都很多,我還是一句,對我現在目前,那疫情重要,那政務也重要,那這兩個是我現在專心要做的事情 部長,你現在連那個,袁聖文他都喊話出來要你選 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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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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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如果具上的這個蔣萬安委員的質詢會,現在還是會緊張嗎?還是會覺得戰戰緊急這樣? 欸,不會吧,我想我們雙方都平常心,蔣委員對於相關的這些立法也相當的重視,那我們當然就是,都是能夠盡量回答,盡量回答,那雙方可以做好的溝通,能夠讓政策更進步,立法更好,我們都歡迎,好,謝謝 謝謝